英国加大国防领域太空发展投入 英国国防部计划于2023年发射泰坦尼亚卫星 以实现激光通信 据英国国防部网站报道 2月1日 英国公布国防太空战略 明确其国防领域太空发展的优先事项 根据该文件 英国将投入14亿英镑 用于增加英国载轨卫星数量 完善卫星情报侦查能力 近年来 英国不断加大太空领域军事力量建设投入 意图增强该领域竞争力 以实现其太空利益 2021年9月 英国发布的国家太空战略称 英国将建设世界上最具创新性 和吸引力的太空经济体 并成为太空国家 该文件明确 英国未来几年太空发展的重点领域 此次发布的国防太空战略 作为国家太空战略的进一步指导 具体目标是提升英国的太空能力 以支撑英国在全球的军事行动 该战略在国防层面 阐述英国政府作为太空领域参与者的愿景 阐明英国国防部如何通过建设太空相关能力 实现太空进攻和防御 根据该战略 英国国防部将投入14亿英镑 用于获取和开发太空领域的情报 监视和侦查 指挥和控制以及其他新技术的能力 未来十年 英国国防部还将投入9.68亿英镑 用于建设伊斯塔里多卫星系统 以增强对全球军事行动进行监测的能力 根据国防太空战略的具体内容 未来英国将重点在太空领域的情报 监视和侦查方面加大投入 力求建成全方位太空情报通信网 外界认为 能否具体落实各分项目 是英国国防部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一方面 投入资金远远不足 美国防务新闻网站称 国防太空战略发布后 许多项目参与者表示 如果英国政府希望保持其太空领域顶级参与者的地位 目前的投入计划远远不够 该战略提出的诸多愿景 如国际合作 保持其在全球太空领域的领先地位 都需要大量的行业和充足的资金支撑 就目前英国国防部公布的投入资金数额来看 距离预想中的目标存在很大差距 另一方面 项目落实仍有困难 报道认为 在国防太空战略文件中 许多方面对细节的描述略显宽泛和模糊 提出的目标几乎没有用于判断进展的量化指标 比如 要求英国成为欧洲小卫星发射服务的领先供应商 处于地球观测技术的前沿等 没有提供衡量目标是否达成的标准 此外 该战略列出英国国防部的部分投入计划 包括未来4年内投入1.27亿英镑用于密涅瓦计划 专注于处理能力、无线电频率、成像能力和数据流 以提供天机情报 投入6100万英镑用于泰坦尼亚卫星计划 试验光学激光通信技术 投入1.35亿英镑用于提升太空指挥和控制能力 投入1.45亿英镑用于太空控制计划等 但这些项目的具体实施进度时间表未能明确 未来能否顺利落实仍存在未知数